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张律师栏目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 很多学生已经收到了心仪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讲 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就是如何支付大学的学费 今天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将和大家分享一个轻松的支付40万哈佛大学学费的方法 张迪凯你好 大家好 张迪凯能否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到底怎么样轻轻松松的支付40万哈佛大学的学费呢 OK 很乐意 我们这边常常看到很多这些华裔的粉丝跟观众 他们常常为了让小孩子去读大学 学费那么多把房子都卖了 把原本的退休金也全部拿出来支付 这个当然是这个天下父母心 不过这个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30年前50年甚至100年前的一个做法 在现在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比较容易的可以去支付 像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 他们小孩子念上了Harvard 或者是念上Stanford 每一年undergraduate就是需要4万到5万 那加上施助的这个费用 马上就变成8万一年乘以4 对不对 所以这还没有念到那个硕士或博士 这些图学学都非常非常的昂贵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轻松的可以支付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做一个大学的基金 那当然要是现在的父母亲才开始存 就有点太晚了 不过因为疫情的情况 有很多很多的新 baby刚诞生 像我的 baby才几个月大刚诞生 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529的大学基金 用这种方式呢 现在放入1万或者是3万 到他18岁19岁的时候 这个光这笔钱就大概可以支付 他所有的大学的学费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几万块钱只是一个小小的装修 但是过了这18年19年 就可以滚成变成一个支付给大学的学费 那你的学校是比较贵一点的话 要是现在放5万进去 很有可能到18岁19岁的时候 整个4年甚至你的那个 他的硕士都可以稳稳的支付掉 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 你要有先见之明 这小孩子 而且我只是说一次性 我并不是说每年都需要支付这么多 只是现在刚出生的时候 给他一个大红包 或者让所有亲朋好友 给一个红包全部加在一起 让他在那边这样定存下去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但是张律师我还想请问一下 您说一口气先付完 但是您能确保在他18岁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就百分之百的是 是可以获利的吗 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 不过任何的这种分析师 都会跟你说大概会往上 几十年的话会慢慢往上 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 不过这笔钱放进去 就完全不用碰 要是你比较担心 那可以放一千块两千块也可以 没有人说一定需要放多少 那要是你觉得比较稳的话 每一年都放一个一千块两千块 不过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子 出生的时候放入一个大红包 一万块到五万块 基本上你就可以慢慢看它的成长 像我们代表的很多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觉得准不准 不过去年跟今年 他们毕业要上这些Ivy League 很多我们代表的这些家庭 那他们在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这个建议 他们准备了过去这18年 那现在完完全全可以支付 整个大学跟整个那个硕士 律师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律师是可以帮助客户 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律师当然不会说 帮别人去投资股票这个 那有很多很多 我们当家庭律师 只是指导往对的方向 去来准备 像这个的话 只是支付大学的一种方式 有好多其他种 那全部讲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律师其实真正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了 OK 第二种方式可以支付大学 就是在小孩子17岁18岁 准备要上大学的前一年两年 刚好父母亲就退休 因为退休的话 那样子的话 他们很多的大学的福利 scholarships跟grants 就可以拿到更多 因为那样子的话 政府来看 这个小孩子是需要的 所以我看到 很多很多的父母亲 在小孩子16岁18岁的时候 就准备来退休 不过呢 这不是普通人所说的退休 就是离开工作 就再也不工作了 我所说的是一个进修 是在这四年到五年的时间内 并不是拿一个薪水 有些人回去 去读书 拿第二个master 或是念一个PhD 或者是来 终于来自己来开 自己的一个小公司 那当然四年五年 要培养一个公司 不赚钱 这是很常见的 所以是趁着这个机会 做自己的这个理想 那样子的话 小孩子就可以拿到 更多的一个补助 那样子的话 又可以来支付 可能10% 20%的 这个大学学费 OK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式 那律师 第三种方式 是什么样的呢 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OK 第三种方式 当然是这个scholarship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金 都愿意帮忙小孩子来读书 只是很多怀疑的小孩 因为父母亲太忙 自己小孩子也太忙 就没有时间去寻找 这些各式各样的scholarship 但是去申请的话 其实是几千几万块钱 都可以来支付 很多很多的小孩的 像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小孩子 自己去申请这个scholarship 每一个礼拜 花一点点的时间 结果他们整个大学学费 就可以光以这种方式 就可以全部被支付了 所以scholarship跟grant 其实是很多 我知道很多 我们的华裔朋友 他们觉得 这个是浪费时间 你要申请这么多 没有人会白白的去给钱 但是真的在美国 有很多很多的scholarship 恨不得很多人去 想要小孩子去申请 结果都没有人去申请 所以也不用说 你是第一名 你是全部学生里面第一名 才给你scholarship 常常是华裔的 是你去学某一些课程的 有写这个很好 很漂亮的故事 当然这个scholarship 就可以拿到 或者是很多小型的foundation 或者是non-profit 都愿意给这些scholarship 几百几千几万的都有 所以要是父母亲 退休或者是进修 花一些时间 帮助小孩子 来去申请这个scholarship 从scholarship 赚到的这个奖学金 甚至有些时候 还比父母亲 赚的薪水还要多 所以这又是一种方式 来帮小孩子 好好地去 读上理想的这个学校 好 那我接下来再讲第四点 第四点呢 是我们现在新闻 很红的topic 也就是说 这个学生的debt right student debt 大家都认为是个 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我自己的员工 也跟我说 我们千万不要 让自己的小孩 有任何的student debt 这个就是他们的理想 但是他跟我一这样子说 我觉得 你们这样子说 是大错特错的 有debt 并不一定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对不对 你的债务 有好的债务 也有坏的债务 那为什么大家都认为 学生债是坏的债务呢 其实债务有太多种 就像人生保险 有太多太多种 有好的有坏的 你自己要选对 选对的话 其实是对你非常有利的 像 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好多好多的 这个student debt 贷款下来 利息是非常非常低 甚至是零利息 你想你可以借到 20万30万 零利息的这个 student debt 然后可以读书 读四年五年六年之后 才涨还 你把这个钱拿来做投资 你想多好 right 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人 把这个学生借出来 来付学费 然后原本要付 学费的这笔钱 拿来买房子 然后房子就住得稳稳的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再把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利息 这个student debt 付掉 还稳赚了一大堆 等于整个大学是免费的 对不对 所以student debt 要是你找对的话 非常非常重要 那样子的话 也可以帮助你的人生 一大方式 刚才张律师 跟我们讲了 四点如何非常简单 快速的付完大学学费的案例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的团队 是如何帮助客户 达到这个目标的呢 我们当律师基本上就是 帮助客人去想到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 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计划 像我们当律师 宿所家庭律师 常常就是听到客人的心声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们的planning是什么 那有的时候 这个方向有一点错 对不对 像我们亲朋好友 有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要把房子卖了 为了让小孩子去读书 然后房子卖掉之后 一个大大的一个存款 就摆在那里 供着小孩子 想要读什么 想要去旅游 就给他们 然后大学毕业 毕业典礼 大家哭泣 说谢谢爸爸妈妈 让我毕业 可以没有任何的学生债务 然后爸爸妈妈也很骄傲 但是变成 毕业了业之后 爸爸妈妈就变成 住着一个小小的apartment 然后小孩子现在开始努力 但是并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小孩子得到一个 这个student debt 要是父母亲 不用卖房子 用其他的方式 来帮助小孩子 毕业也没有书的 那样子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有方向 但是可能有上上策 那我们律师 能帮的就是 给你们一些其他的方向 好 非常感谢张迪凯律师 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个 如何轻松的支付 大学学费的案例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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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